第一題,有一物體其速度隨時間變化的情形如右圖,下列迅速何者正確? C選項,此物體在25秒時開始往反方向運動,25秒之後我們的速度是越來越小,這代表加速度與速度的方向相反,但是我們的速度都還是正方向,所以它並沒有往方方向運動,所以C選項是錯的。 諸選項第79秒時開始靜止不動,從圖上看出來79秒的時候速度還有4.5,所以表示並沒有靜止不動,圖上看應該是81秒的時候速度為0,開始靜止不動,所以諸選項是錯的。 我們曉得VT圖的直線代表加速度,直線越斜代表加速度越大,這個圖上總共有4個直線,表示有4種加速度,所以呢, 它不是一直在做等加速度運動,所以A選項是錯的。 剛才說過,直線越斜代表加速度越大,我們可以看到25秒之前的直線,比25秒之後的直線斜,所以25秒之前的加速度,比25秒之後加速度大。 所以B選項說,此物體在30秒加速度,小於D15秒加速度是對的。 因此第一題為我們說,下列敘述,何者正確? 我們答案選的是B,此物體在30秒加速度,小於D15秒加速度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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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